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歡迎大家收看澳門有線互動新聞台 《人才講談》我是節目主持人余中軒 但現在澳門物價飛騰 想買便宜的東西 真是天方夜談 很少機會買到很便宜的東西 但澳門近幾年出現了一間藥房 打著低廉的口號 開在市民的生活區附近 到底什麼區市創辦人 有這個想法開一間價廉物美的藥房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麼低廉呢? 我們這集邀請到康建藥房的創辦人 陳錦達先生 發達哥上來 我幫大家解決這個疑問 發達哥歡迎你 你好 今天我們做的房米所有問題 都是來自我們有線電視的同事 而這群同事全部都有幫助康建藥房 所以才寫得出這麼深入的問題 真的謝謝 但是我自己也有一個問題想問 雖然跟你已經認識了一段時間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 為什麼當初會有這個念頭要開康建藥房 而康建藥房是否你第一次創業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 很有深度的軒哥 其實我自己創業創辦了三次 其中康建藥房是我第一個創業項目 當初要開藥房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太太本身是一個藥劑士 這個最簡單 我自己工作經歷都比較豐富 我以前做過公務員、銀行從業員 所以當太太有想開藥房這個打算 我作為一個先生也好 一個天使投資人也好 都會全力支持她 所以我們就開納了這間藥房 這是我們第一個初衷 第二個初衷就是 太太也工作了幾年 有一定的工作經驗 其實她本身是藥劑士 所以她也希望將自己的所學所長 用資社會所以就開納了這間藥房 我對康建藥房有兩個很深刻的印象 第一個印象就是 康建開的地點 很多都是澳門的居民民居區 跟我們一般對於藥房的認知有些不同 因為你也知道 早幾年我們澳門自由行開放 其實有很多藥房都是開在遊客區 生意都很好 但康建很多都是民居區 第二個我對康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他們網上的短片 我想覺得他們會有周星馳的風格 所以我今天跟八大哥做訪問 我一定要跟他說 你們的影片真的做得很好 謝謝 不如先解答我第一個疑問 為什麼當初你們開的藥房的選址 會是一些民居區 真的是民居區 全部都是民居區 其實說出來很牛B 其實是很苦B 為什麼這樣說呢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一開始創立藥房 或者做生意肯定是資本比較少 我們一開始的註冊資本 成立藥房只有70萬 其實如果用這個資本 去其他包括大三巴 或關閘區 可能買貨都不夠 所以我們一開始創立藥房 我們就把它定在居民區 居民區 以前是一個比較荒蕪的地方 在黑沙灣和右巷的一個交界 在那裏定立了這個點之後 因為那區是相對比較少藥房 一開始的時候 所以我們又吃了一個地理位置的優勢 慢慢去擴展 但是我們後來就吸收了 類似Wallmark那種的經驗模式 我們用鄉村包圍城市 所以就是不同的 譬如說黑沙灣和右巷區 我們不斷會開店 開店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就是 鄉村包圍城市 我們剛才說過 如果我們直接在一些核心區域插針 可能一下就被人秒殺了 所以在鄉村地方開店 相信比較保護一些 比較穩陣一些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 形成了一個品牌效應 因為如果在同一個區分裏 有超過兩至三間 消費者會比較信任這間藥房 這是我們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 其實都是跟剛才我說的 窮側便便側通的原因 如果一間店舖的存貨量不夠多 證明你不夠賣的貨和生意 但如果你在同一個區域 超過兩至三間 甚至四間 每間店舖就是各間店舖 調貨的一個點 當一間店舖不夠貨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快地 在另一間店舖調貨 所以便可以減少人力 甚至是貨物方面 庫存方面的成本 接著來這條問題 我們製作部阿嬌的同事 叫我們一定要問 問得這條問題 都是擺明就知道 阿嬌是一個已婚的主婦 所以才會問這些 關於價錢上的問題 他便說 看見你們店舖的商品 價格比市面上便宜 為何能夠做到這麼便宜 其實為何可以賣到這麼便宜 其實我們有幾個因素 我們都是叫做盲拳打死老師傅 其實用經濟學來說 我們就用了一個叫長尾理論 二八理論 我先說盲拳打死老師傅這件事 其實在我們創立航行業房 是2011年左右 到現在差不多七年多時間 最初做這件事的房間時 因為隨著澳門 叫做賭權開放之後 我們變成澳門經濟不斷上升 其實我們的生意也不斷上升 在上升的途中 其實在融資各方面 都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試過一段時間 有很多代理商 有很多問我們拿貨的人 會拖我們的數 拖到最高的時候 拖到那千萬的數字 在那時候 我們出現了一些資金上的困難 出現了資金上的困難 是怎樣解決呢 一開始我們都會去想 可不可以向銀行拿錢 但銀行是不可能無抵押 無條件不斷借錢給你 所以我們那時候 剛好有這個叫做 2013年 相信大家都清楚 作為三罪青桿事件 三罪青桿事件 剛好內地可能未有自貿區 也未有跨境電商那麼發達 所以很多奶粉都是通過港澳去輸送 所以有些拿貨商通過我們拿貨 我們萌生一個概念 假設是200元回貨的奶粉 正常在零售學上 我們會將利用標準百分之十幾 但我自己怎樣做呢 如果你問銀行拿錢 其實200元 最少要付4至5的利息 我們要怎樣做呢 我們要將這200元不但不賺錢 我們還將它虧損百分之一 折百分之一可能是便宜一至兩元 便宜一至兩元之後 取貨商可以拿貨再供到內地 突然間可以多了幾百萬 去解決資金的需要 廠商其實都是很厲害的 廠商都是很厲害 如果看到你的取貨量大 自然它會有折扣 折扣之後便會便宜 便宜住了便宜後便會更多條件 去做不同的推廣和優惠給客人 整件事是這樣溫緩 後來我們也要走上正道 走上正道之後 我們便視乎慢慢從奶粉開始到尿片 例如大品牌的尿片 雖然我們只有四間店 其實有些代理商說我們四間店 是等於別人出面四十間店的銷量 但是在澳門這個城市 少得來非常可愛 只要人全人的推廣速度非常快 澳門的推廣很過癮 跟內地和香港有不同 香港是用Facebook和整個平台 相對來說比較單一 內地都是由微信為主 或微博 但其實澳門的推廣更加立體 因為我們除了用Facebook 還可以用微信 兩個結合起來是非常無敵 這是在內地和香港都沒有的結構 所以我們通過這種方式 我們就很快地把便宜的信息 宣揚給不同的消費者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就變成銷量更加大 因為銷量大了之後 更加拿得更多的折扣 所以東西可以賣得越來越便宜 其實我們定性這件事是一件善事 為何這麼說 如果你去光顧其他超級市場 可能一般的利潤市場 是15% 你可能在消費者的角度 他可能要給多15% 但我們做推廣的方式不同 例如100元回貨的東西 可能我們會賣105元 108元 110元 但有時我們會賣105元再送東西 為何會這樣說 因為100元的東西 其實有機會在我們的角度 因為我們的取貨量比較大 我們可能有機會拿到90元 85元 即是這樣的情況發生 因為基於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東西會賣得便宜 當然也會有人說我們這些是假的 但我們不可能滿足任何消費者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的操作 另一條問題就是 來自不願意開名的黑沙灣區的某同事 他就說經過你們的店 你會看到你們長期有優惠活動 究竟這個真的是 這麼想做優惠的街坊 還是你們其中一個長期的銷售策略 你們已經隔年脈尾 還要經常做優惠活動 你們都玩了 也不知道為何可以做到這樣 都是軒哥和街坊給面 其實在我們做消費者活動方面 其實在消費行為上 我們不可能長期做便宜 就是打個比方 譬如說在100元回房的東西 假設一般情況會定115元 但如果我長期把100元的東西定做100元 或者105元 即是用減價方式去吸引消費者 這是最壞的手段 因為當出現這個情況之後 一來客人會覺得這個產品是值這個價錢 第二件事就是他會想回每一次 他在這個價錢買過 所以他在這個價錢他會賣 其他價錢他不會賣 這個原因 所以在我們怎樣操作這件事 假設就像剛才的例子 這個15元的利潤 可能我們照樣賣115元 但我們還送一件15元的東西 即免值15元的東西 那件15元的東西 看看我們究竟是怎樣操作 可能我翻牌2元回來 或者5元回來 或者10元回來 那客人會覺得是值得的 那他拿了好處之餘 還會覺得 下次不知道有些什麼送 我們會通過這種方式去做 其實你看回現在澳門香港 現在其實是 客流量高了 廣州大叫 開通的客流量多了 但是單筆的消費金額是低了 因為其實你看回很多大型的百貨公司 就算是香港一些連鎖的公司 你看到他們長期做推廣 其實在我們研究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裏面有說過一個叫不戰而勝 如果生意是好好做的話 就不需要搞那麼多事情 就是生意是非常富有挑戰性 所以我們就包括一些大集團 大集團也要不斷做推廣 所以在我們的角度 我們都要通過這種方法 去不斷送贈品 去吸引客人 就要用這個方式去做 其實經過短短一節的時候 發達哥已經解決了很多 我們婦女同事們 夫妻同事們 和一款消費者的一些疑問 解開了我們對於康健 這個價格之謎的一些謎團 接著我們 待會回來 我們會繼續跟大家去揭文 揭發多些關於發達哥 和康健藥鳳的故事 待會見 好 歡迎大家回來澳門有線 互動新聞台 我是《印材廣談》 我是節目主持人余宗軒 我未試過 停了攝影機之後 我的同事這麼熱烈地討論 關於你的藥房的一些產品 和一些銷售策略 證明他們全都是用家 我覺得今集應該找他們來做主持 可能會談得更加開心 好 我對於康健藥房 剛才我講過 那個印象很深刻 就是除了選址之外 就是你們網上的宣傳 其實剛才你也有提到 就是你們都很注重在網上宣傳 微信結合 Facebook 大家互相結合出來的效果不錯 但其實我最深刻的是 你們自己拍的一些宣傳傳片 為什麼當初你們會想到 找同事去出鏡 而我覺得找同事出鏡這個 首先是第一步 最特別令我深刻的是 為什麼這些同事會願意出鏡 和肯讓你去玩你的那些橋段 因為你的宣傳片 跟周星馳的影片很相似 當初你會想到這個策略 因為你想想藥房 在我們的心目中 藥房可能是一些比較專業 可能是一些高檔次的一個零售 但你們不同 你們跟街坊很接近 為什麼當初會這樣做呢 首先謝謝軒哥 你這麼留意我們 這個是我們意料不到的 因為軒哥你也是高端人才 說什麼 其實說回來 任何消費學都好 任何廣告學都好 任何經濟學都好 最主要我們如果能促成一間消費 或者交易的話 最重要是拉近和客戶之間的距離 沒錯 拉近和客戶之間的距離 所以這些就是廣告英文而生的一個手段 所以在我們來說 因為剛才也說過我們是一間比較窮的公司 窮側便便側通 以前現在已經不是了 所以其實我們是想什麼方法 可以拉近和消費者的距離 首先說消費者 其實消費者都分了三類 一個是低 我用消費金額去說 一個是低消費金額的消費者 一個中消費金額的消費者 一個高的消費者 他會更加著重在價錢方面 沒錯 高的消費者 他不是價錢 他不是不著重價錢 但他更著重在質量 沒錯 所以信譽 所以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不斷把視野在價錢上 我們只會愈做愈窮 愈做愈令自己辛苦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就算你賣得便宜 如果你都沒有好的宣傳手段 或者是渠道的話 消費者都不會知道你的價錢 也不知你賣得便宜 對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我周時都跟軒哥聊天 軒哥都省了我兩招 我也是看你的故事 所以我們一開始 我們就看一些書 都有講過 一開始我們用硬照 硬照就是拍一些產品 但發現其實別人都有這些產品 但我們看回所有大品牌的特性是什麼 都會用代言人 或者用一些人物 所以我們研究過 原來是一個廣告硬照 如果有人物和沒有人物 沒有人在的話 是相差最少七成的 真的會 是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 因為我們沒有錢去請人 所以就找一些公司顏值 比較高的同事 去擔當這些主角去拍照 其實大家可能一種同理心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服務營領導 所以我覺得做這件事的原意 只是想生意好一點 同事都是理解的 他便願意出鏡 慢慢出鏡之後 因為我們是2013年 開始用Facebook去做 當時應該是 WeChat未成行 開始有但未成行 Facebook Facebook慢慢就會有一些短片 短片出來 我們都在想 不如我們都試用短片的方式去做 就會拍一些短片 那慢慢就 Facebook開始 有些IG的狂人 就開始會 剪一些 譬如說一些特別一點的橋段進去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周星池的影迷 是的 聽法大哥果然都有周星池的影子 是的 所以我就加入了一些周星池的元素 所以變了 那些客人亦都非常受樂 是覺得很好玩 就堅持去做這件事 慢慢就 就形成到一些粉絲 是喜歡追蹤我們的Fran page 去到後期 因為 因為Facebook 就慢慢就 現在都開始走下波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用WeChat WeChat 其實好處就是 黏度比較高 因為科大也有一個研究指出 有超過八成的 澳門微信的普及率 所以我們就通過WeChat 包括見群 公眾號去推廣 通過這個方法去 人傳人 輻射出去 令到我們便宜的價錢 或者優惠的價錢 或者高質量的產品 更加多客人知道 其實我覺得 網絡是一個雙面印 當然是用一個很低成本 亦都很高效益的 宣傳方法去經網絡去做得多 但同樣地 網絡的流行 網絡的盛行 亦都帶給傳統的零售市場 是有一定的衝擊的 大家都知道現在我們網購很方便 其實網購對於你們藥房有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我知道你們是有做秒殺的 經常你們都有一個秒殺的活動 其實在澳門這麼小的地方 大家都會用網購 因為方便 亦都會經過一些國內的網購 譬如淘寶 都可以賣到一些貨 你們如何面對這個衝擊 在澳門這個市場 其實我很多客人 不是 應該是很多行家 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 都覺得內地現在的電商 對港澳的經濟 是一程度的衝擊 當然我不否認這個說法 但是換個角度來說 我覺得在挑戰出現之餘 更加是一個機遇 為什麼呢 因為澳門相對其他地方來說 我們的電商還是起步階段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變成誰行得快 或者誰願意踏出這一步的話 就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所以澳門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澳門的人口結構 和本身流動人口的問題 澳門其實不要看它65萬人 但65萬人大家都知道 澳門是全球第二富裕的地區 去到2020年 全球最富裕的超國敵敗 所以澳門人的工資水平 相當不錯 消費力亦是不錯的 所以如果你有方法 告訴消費者 或者有好渠道 告訴消費者 為什麼要買 它便會買 它很容易逃出這張信用餐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澳門和人口結構有關 澳門和香港不同之處 澳門除了有65萬人之外 還有20萬的非本地僱傭 非本地勞工 其實它每天都在澳門和港北 不斷有穿梭 是因為很多人都住在內地 其實他們很多都是幫內地親戚 朋友甚至他們本身做代購 所以在這條鏈條上 其實它都形成了很大非常強的購買力 所以這個都說清楚 為什麼澳門每年的出失論 都是六七千左右 但可以消耗到這麼多奶粉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回到網購方面的問題 其實我們亦都發現澳門有一個問題 澳門人是很想買一些優惠的東西 或者買一些好玩的東西 但他們不知道通過什麼途徑去買 所以這也是一家人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設立了一個 一開始我們就通過Facebook或者WeChat 去給客人去留貨 但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做一個活動 在商店裏面 假設是200件 如果我告訴大家 今天過來的話 可能一個早上便會賣光 下午來的客人便會覺得 你是不是騙我的 根本沒有那麼多東西賣 就會出現很多矛盾 這個我想是最重要的 第二件事就是 就算我們不通過現場買 我們通過網上買 即不是用網站或APP去做 如果我在網上買 在這裡留言 最流行就是加一加一加一的方式 如果在加一留言的話 出現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私隱問題 因為可能要打電話 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同事的工作壓力比較大 因為每一個客人都要回覆 因為不只是買到要回覆 如果客人買不到 你也要回覆 安撫一下他 否則他的體驗不好 便沒有下次 因為我們都要顧客的感受 所以我們就設立了一個 我叫做牛牛秒殺網 就是我們康見牛牛秒殺網 其實是一個網上的秒殺 一個網 我們通過這個網 解決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物理空間問題 物理空間問題是甚麼意思 就是一間店舖裡面 假設一間500呎的店舖 可能他的存貨量是有限的 假設我以奶粉為例 可能一罐某牌子的三號 可能你只能夠傳到24罐 但是可能一早早 有一個客人一買就已經買了20罐 當下午的時候 如果不能及時補貨的話 可能下午有一個客人要12罐 你就做不到他的生意 不是做不到一個 繼續的客人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便有這個問題 物理空間問題 但我們如果通過康見牛牛秒殺網 就是一個線上線下方式 我們線上下單之後 他在上面通過信用卡付款後 他會看得到究竟他拿單了沒有 送到分店了沒有 配送好沒有 他便會知道狀態後 便會到我們這裏拿貨 解決了物理空間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解決了 我們叫做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資訊不對稱的問題是甚麼意思 其實很多客人 不要說是藥房 有些產品超市有否可以賣 或者藥房有否可以賣 便利店有否可以賣 但他不知 但如果我們通過秒殺網之後 當客人想賣一些產品時 他便通過網上去看看 有否這類型的產品 原來有 他便可以直接下單 便過來我們買貨 這便解決了資訊不對稱問題 其實第三 還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天花板問題 因為當一間店舖的物理空間 是這麼大的時 其實他只能夠做的生意 其實是可計算的 可計算的 每個月做多少生意 如果我再加一些速消路活動 每個星期 其實可能加一個百分比 便已經定型了 但如果我們通過一些手段 包括秒殺的活動 便可以吸引一些 本身不屬於這一區的客人 又或者根本沒有購買需要的客人 突然變成有需要 便會將本身的生意量化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解釋 我們秒殺網的情況 我覺得康健藥房 是麻雀需少五狀俱全 不單是說你們多元化的產品 而是你們整個經營模式 管理模式 以及對於客戶的一些體驗服務 其實都是很完善的 不要小看一間行 我們自己本地人 去打造 去建立的一個連鎖藥房品牌 其實裡面的東西是很齊全 每次跟發達哥去聊天 我都覺得是掌知識 真心的確是掌知識 好歹你不是做哥哥 或者製造行業 不然我們真的不能弄 但為何我這樣說 很多人去創業 我自己也是創業 其實你覺得 你之前的一些打工的經驗 或者你現在工作 繼續讀書的一些歷程 一些經歷 是不是對於剛才你所說的 一些經營模式 或者一些對店舖的管理上 是不是有直接幫助 建哥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老問題 就是國家商創的時候 都提出過很多這些問題 究竟大學生 或者我們年輕人 應該去創業 還是去打工 累積經驗 其實這也是一個相引點 我覺得當然很多 你看到全球很多首富 都是沒有讀過書 意思是讀大學 絕學去創業 亦都有 我想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好看他本身家庭背景 或者他本身人生的經歷為主 其實你看回所謂的首富 家庭條件都是非常之好的 本身他以前都是有很好的家庭教育 家教 所以令到他們比較有創業的思維 我覺得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以我自己的創業經歷為 因為我們本身 我自己的家庭是三兄弟 他的出身比較貧窮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可能更加適合一步一腳印 去體驗一些現在的社會 究竟是怎樣的 所以我以前也當過很多工作 但主要工作是做過銀行從業員 以及做過公務員 在這兩份工作 其實對我自己有很大的幫助 第一個幫助就是 最主要是服務方面 做銀行也好 公務員也好 就算是銀行 你肯定要好好服務客人 服務態度是最重要的 這是我覺得首重的 最重要的 第二個可能就是 關於怎樣去融資 怎樣控制現金流 因為我自己是銀行經歷 我本身是由貴員開始 去到做客戶經理 所以無論是怎樣處理現金 怎樣去跟同事接觸 怎樣去申請貸款 對公司方面都有幫助 我自己的經歷就是 因為可能是貼拍我自己 起點比較低 所以一步一腳印踏上去 我更加適合 所以因為這樣的經歷之下 更加令到我覺得 我自己對比很多年輕創業家 我不屬於轉數很高那種 不屬於很快那種 但我覺得自己是屬於 比較強生命力那種 因為可能是一步一步踏出來 所以就迎接過很多方面的困難 所以就變成了 我就更加去珍惜 更加多學習的機會 所以譬如說 有機會跟軒哥學習 我也會多些跟他聊天 我知道康健藥房 接下來會有更加多的 擴展方案 也祝願你們這個 澳門人自己打造的連鎖 火藥房品牌能夠在澳門越做越成功 各位 今集的節目 我覺得跟泛大哥聊天之後 我會了解到 原來創業 不單只是心裡掛著勇字 還需要融合了一些 孫子兵法 經濟學 哲學等的元素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大家在創業之前 是需要做一些成長 做一些學習 去準備充足思路創業 所以我覺得今集的節目 是很適合 未來想創業的朋友看的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 澳門有線 互動新聞台人才講談 我們下集再見